南門 歐洲 西館 詞曲與綠律 靠近 這個叫隱形 隱形的聲音驚醒大家 蓋起床 你們有睡著嗎 可以把燈都打開 以前在廟裡面 同學在山下就是可能起床的時間就是他要睡覺的時間 所以早上做完掃課第一支箱要上店很多又吃飽了 所以很多同學就會封城 唱功師傅有時候會找到現在集合起來 集合起來做什麼 就像這樣 師傅說以清婚代替睡眠 就是你沒有完全睡著 你還有一個覺醒在 你新的覺知還在 像剛剛我們這樣錄 萬一有聽到救折的聲音嗎 然後你稍微沒有真的錄聲音 聽到這個火氣的聲音 你還要念的覺知呢 還沒有完全失去 當然你真的很累的時候就會 睡得死當當的完全天不地樣 不行的死 那就真的進入真正的睡眠狀態 那透過這樣的練習做什麼呢 讓我們的心呢 我們可以體會到說 我們身體跟心當然是密切關係 身心沒辦法混合 但是呢 透過這樣的練習 也可以體會到一點 就是說 我們試著練習 把心呢 從身體的這種依賴把它抽離出來 這樣我們就會越來 也不受限定這個 不適合的限制 當然這個 不是今天要談談的 我想我們今天呢 跟大家談一下 題目叫什麼 重新開始 這樣聽得到嗎 太小聲了 大聲一點 謝謝 我先問大家 為什麼要來讀大學 你們 你們當初為什麼 從國小 國中高中 然後就報名要考大學 來自於為了要讀研究所 出國留學 或者是要拿博士 這種種的學位 大家有沒有想過 你為什麼要在讀大學 應該一般的答案 就我能了解的 大概就是 以後找工作 比較有機會 那老公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 這個 錢 可能會算得比較多 那 那 養教授 或者我下去那邊講嗎 對 對 因為這五線可能有一點點 對 下去那邊講 對 這邊的那個音量比較好一點 它那個五線比較容易蠻干擾 好 這樣也要做得到 這是一個 好 不過這個假定比較沒辦法看到 最遠的那個人 我可能要戴一下我眼睛 看他有沒有在錄 沒有 看一下 那個 那個 那裡是可以坐 看他也很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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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